老先生煮著住行器 緩緩的往前走 每一個步伐 為了套穩顯得小心翼翼 走在斑馬線上的他 略顯吃力 等一下我們就叫紅燈 紅燈 眼前這一幕 讓民眾忍不住拍下 因為看看紅綠燈 其實阿伯走在斑馬線上的時候 行人的燈號已經是紅燈 但是直行的機車 騎士們沒有人催油門 一直等到老人家走到路邊 是必須要做的吧 就畢竟老人家行動不方便 就是要稍微離浪 覺得應該要離浪一下 比較好 離浪會大於那個 開閥的那種感覺吧 其實很有愛 用矚目理耐心的 等著阿伯來過馬路 這個地點是在台南市北門路二段 耗置不到一分鐘 行人通過大約花15秒以內 當天行動不變的老人家要過 花比較久時間 那很快很快 除非你要 要搶開一點 就車子靠邊一點 來輔助他 那天不會比較快 對對對 會讓他啊 不讓他一下 要罰三千六啊 他們不來啊 吃罰單的金額 還是真的心疼老人家 民眾對於禮讓影片 有不同的想法 不到一分鐘的等待 讓行人可以安心過馬路 也能避免罰單 騎士們心中早已做過考量 三地新聞 現網宴 祝一榮